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沙提雅提 印外交部邀請來台 分享他過去35年來為兒童權力奮鬥的行路歷程 總統馬英九特別出席致詞 表示台灣近年來有超過一萬多名國際志工 在全世界服務 包括參加沙提雅提創立的拯救童年運動 期許雙方未來繼續合作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在國際社會當中 扮演一個人道援助提供者的角色 我希望我們將來跟沙提雅提先生 還可以在這個拯救兒童 這樣的一個行動方面繼續的合作 我們很樂於行有餘意的情況下 支援全世界保護兒童的運動 沙提雅提26歲那年放棄教職 投入拯救童工行動 至今幫助超過八萬名兒童 重獲自由 但是經常遭到雇主施壓 人生安全備受威脅 我的朋友和我來認識 我們去組織 我們去組織 一個秘密救援 這些秘密救援 這些秘密救援 非常危險 我失去兩位的朋友 一位死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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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傷害 從左肩膀到左肩膀 到右肩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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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頭 我很多次攻擊 沙提雅提因多年來 對兒童權益的奉獻 過班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 他在得獎後 仍是堅持過著原本樸實的生活 他笑說唯一的改變 就是得比以前更注意穿著 沙提雅提得獎後 選擇台灣作為第二個海外行程 凸顯他對台灣的重視 他表示台灣志工是他的重要夥伴 要將諾貝爾和平獎這份榮耀 和台灣人一起共享 衛生的照片 咦 哪一切 更新的 但 綠色 綠色